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一个地方它是呈现什么状态 三个手印 一般就是说我们比较有热或是气血浴具的状态下 压下去就比较会红致 新医师有小心机 他每天背着他做捷運 冷水也是必要 会不会是不算量 有很多人的腰痛 他就跟医生说我是屁股痛 医生可能会说你是椎間盘突出 可是有一部分的椎間盘突出 它会很像我们屁股的 就是一些重訊 可能就是離狀肌的拉上 他有在練臀肌喔 對 尤其你腳要併攏 腳併攏 腳併攏 然後打開大概45度 打開45度 對 然後腳跟抬起 然後臀部往上 這個時候你看 他臀部就會有一個 有喔 對 這個就叫做 這個握把在身體的中線的位置 所以我往前推 我往前推的時候 其實我一方面 我要一直去抵抗側邊的力量 所以我的核心的旋轉肌群 必須做一個很好的穩定 最上內側依序是我們的 精明穴 魚腰穴 楊白穴 司祖空 童子寮 太陽穴 晨熙穴 以及我們的四白穴 等一下教大家的叫做 通經火眼宮 為什麼明依沒有老花 好 不過一開始 大恭喜姜偉文 廣播金鐘主持人 謝謝 文英 我今天也趁著我的金鐘獎 來上你們的節目 然後帶了一本我的新書來 送給我們文英 來 這是我新書 我的簡單美好生活 因為大家可能對我的印象 都是在出料理書 那是第一次我出一本 有關室內設計 然後有關生活 居家環境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蠻特別的 是因為我之前很喜歡做料理 那在節目中 常常跟大家講到說 料理其實就要做色香味俱全 就像今天我穿的西裝 你看這比較童趣的小精靈的時候 你對這套西裝或對我的感覺 就完全不同了 甚至有人說 你怎麼把窗簾布穿到自己身上來 出書是品味 對 對 不過偉文哥之前有一次是腰椎受傷 怎麼回事 其實我受傷的地方就兩個最嚴重的 那腰椎是因為我之前有去做一個登山的節目 MIT台灣製 我曾經登山過八年 那八年期間常常出外景 那最主要大家都知道爬山 爬上去其實受傷的程度比較少 下山的時候反而會不舒服 因為高山嘛 你就一直持續的四五個小時一直在下坡 對你的那個其實膝蓋的那個抗壓度 那個壓力很大 然後又背很多東西 所以對腰也會很不舒服 那那個腰部 那個角度一不對 就傷害到我的腰的 感覺上有點像尖椎盤突出的感覺 就突然就很痛 然後那幾天就完全沒有辦法起床 甚至於不能從車子裡出來 或是進去車子裡 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突然之間人生變成沒有樂趣 因為我沒辦法躺著睡覺 沒辦法舒舒服著睡覺 沒辦法起身上廁所 沒辦法在餐廳自由地走動 我只有三到五天都是很痛苦很痛苦 後來就看了很多醫生 然後又甚至去做了復健 慢慢慢慢才把它看好的 對 好 我們的象太醫在這了 陳醫師有什麼樣治療的方法嗎 從脊椎到肩窩 韋文哥他肩窩當時也不舒服 對了 他有在做重訓 對 我剛剛也沒提到肩窩 這邊有重訓的教練 我也是做重訓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肩膀 我一直希望它能好看一點 結果做很多肩膀的重訓 可是一不小心 就把這個肩窩給拉到了 然後就甚至於舉手 沒辦法抬高 所以反而導致我大概兩個月 不能進健身房健身 所以得不償失的感覺 先講他肩膀的問題好了 因為其實現在很封健身 尤其是男生一定要 三腳肌一定要大 胸部一定要大 你要穿衣服才會好看 可是有時候你過於不急 或是做重訓的時候 你沒有請一個教練指導你 或者是有些知識不對 那其實如果真的 你要做重訓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建議的就是 你一定要前面有一個禁止 那或是你那些重量 你要循序漸進 不要做太多 那尤其在肩膀的時候 你在做的時候 你盡量不要弄圓肩 或是彎腰駝背做 那你的施力就比較很難 那有時候像一些重訓 你會一直想要練肩膀 可是你的背肌 跟你的胸肌沒有同時去練 那肌肉它會失去一個不平衡 你就很容易旋轉肌腱的施裂傷 因為肩膀最容易就是肩膀的 旋轉肌腱施裂傷 是重訓最容易受傷的 那像剛剛瑋瑋有提到 他腰突然斑重的東西 劇烈疼痛 沒有辦法下床 其實第一個最常見的 就是肌肉的拉傷 然後第二最常見的 就是椎間盤突出 因為椎間盤突出 它是一個非常劇烈疼痛 你必須要躺在床上才能緩解 那這些的治療的話 在急性的時候其實就是要馬上休息 然後看醫生吃止痛消炎藥 那這些重訓其實都要非常小心 因為我有一些病人在門診 有些他可能去做一些很重量 然後就造成脊椎的骨折 那這些都是非常常見的 好 接下來這段VCR 我們來看看中西醫師告訴大家 叫做脊椎矯正術 緩解背部疼痛 馬上跟著做了 這是中醫名醫場就金鐘主持人 來 新醫師 所以什麼叫背痛白優解 這是一套結合我們傳統八段頸跟氣功導引法 的一套脊椎矯正術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把脊椎的肌肉 還有我們整個脊椎骨往兩邊延伸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我們椎間盤突出的一些壓迫 等等的疼痛這樣子 來 我們馬上教學囉 吸氣 然後吸氣的同時 手慢慢往上舉 然後反掌 然後眼睛看向手的位置 然後這個時候要閉氣五到十秒鐘 然後把腳跟抬起 然後屁股要夾緊往上定 好 然後數到十之後 手再慢慢放下來 放下來之後回到我們丹田的位置 這樣子 這是一個循環 放下來的時候再吐氣是不是 對 放下來的同時慢慢吐氣 主要是在縮部跟夾臀 詩醫師 我請你翻個面 告訴大家什麼是夾臀 這可能韋文 可能巧韋文 韋文 你在看得出來是不是 對 你就同時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一點 是喔 對 有 它這個有 它有在練臀肌 對 尤其你腳要併攏 腳併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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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開大概四十五度 打開四十五度 對 然後腳跟抬起 然後臀部往上 這個時候你看它臀部就會有一個 有喔 對 這個就叫做夾臀 除了夾臀之外還有縮部 觀眾朋友 夾臀就是類似 爸媽要拿藤條打你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夾臀起來 嚇到 這個就是夾臀了 這樣大家就很難看 其實它是整個其實是一體的 因為你手再往上延伸的同時 你腳也往下拉 然後配合你縮臀的一個動作 其實整個脊椎骨是可以往上 所以你看韋文哥現在做的 這個動作正確嗎 縮部 夾臀 墊腳尖 腳跟要併龍 腳跟併龍 對 好 這個叫做緩解背痛 叫背痛白佑界 頭要往上看 就是把我的體覺拉直的感覺 是不是 對 雙手托天理三交嘛 不是嗎 很像 對 但是它有配合氣功導引的觀念 在裡面 就是主要是呼吸 所以剛剛有強調說 要有我們吸氣 然後閉氣 然後呼氣這三階段 對 那我有一個口訣就是 吸氣 然後反掌 眼望天 然後你避氣的時候 避氣要 避氣同時要 避氣縮臀 然後墊腳尖 避氣縮臀 墊腳尖 然後放下來的時候 呼氣 放手 歸單天 脊椎不好擺病生 新醫師告訴大家 徒手夾擊止痛法 其實就是捏擊法 等一下教學示範 我們先來告訴大家 滑陀甲脊 通筋 活血 甩掉腦人的背痛 這個穴位如何分析 其實在吸氣上面 我們有所謂的神經的皮結 就是我們感覺神經 其實是沿著脊椎這樣子分布的 所以很多疼痛呢 尤其一些運動傷害的疼痛 它基本上都要集中在我們的背面 就是我們中醫所謂的陽睛的部分 來 脊椎骨跟疾病的關係 這一張非常重要 我們製作人特別鎖定了這四個部位 它其實有點像全息率的概念 首先我們看到第七頸椎 這個部分是發燒 感冒 中暑 肩頸 痠痛 跟脊椎疾病 你的意思是鎖定這個部分 按壓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大椎穴 大椎穴就在我們第七頸椎的下方 那大椎穴它所謂的擺勞穴 它是我們一般叫擺勞穴 它的意思是 我們身體的所有的陽氣的汇集孔 那個擺的意思是多的意思 老是能量的意思 不是說勞動的意思 所以如果有一些會發熱的疾病 會疼痛的疾病 從這邊下手呢 基本上會可以得到很好的緩解 好 第三胸椎是咳嗽 支氣管炎 肺炎跟肺部疾病 第三胸椎 第三胸椎就對應到 我們剛剛講的肺疏穴 對 所以肺疏穴 當然我們的肺就是管我們的咳嗽 支氣管炎 這些疾病等等 還有第十二胸椎就是腸胃疾病 胃使道逆流 胃痛 所以可以按摩這兒囉 對 第十二胸椎呢 它對應的是我們所謂的胃疏穴 對 所以它可以治療胃腸的疾病 很多人有便秘 腰痛跟坐骨神經痛 哇 這個坐骨神經痛 太多製作群有這個問題了 每一個製作人都有這個問題 然後關節炎 所以是第四腰椎按摩它 第三四五腰椎在西醫來講 也是比較容易發生 椎間盤突出的地方 那就中醫來講 它是所謂的大腸疏穴位的上面 所以它一樣是可以治療 便秘的部分 因為大腸 對 新醫師接下來要教的是 你可以在家進行的叫做 捏疾法 快速止痛法 我們立刻進診療床 第一個叫大椎穴 身體陽氣的入海口 大椎穴又名百勞穴 馬上它的位置 新醫師告訴大家 大椎穴在我們第七頸椎的下方 也就是我們一般脖子 你如果彎下來 它最突出的那塊骨頭 那就是第七頸椎 那它的下方就是所謂的大椎穴 那大椎穴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是所有的陽睛 就是我們背面的睛絡 包括我們的中間這一條督脈 還有我們手的背面的陽睛絡 還有我們腳的三樣睛 它全部的能量都匯集在這個點 所以如果是我們背部的疼痛 尤其像我們背部主要是 我們的身肌嘛 就是身肌群 那身肌群像剛剛瑋文講 它疼痛的地方事實上 也是在我們人的背面 那這個時候 尤其集中在我們上半部 包括我們頭頸部 還有我們整個肩 肩膀 手臂 或是甚至到我們腰部 它的屬於背面的疼痛 我們都可以透過按摩我們大椎穴 來解決 好 欣醫師 我們開始進行捏擊法囉 我們就從大椎穴開始來捏擊 那一般其實捏大椎穴很簡單 其實就沿著它的上下左右這樣繞 比如說我們先捏到這塊骨頭 第七頸椎 那它的下方就是大椎穴 兩側去按壓 那請家人幫忙按 把它按開有鬆開的感覺就可以了 你看我們的模特兒中尾 怎麼行醫師你的手一按 那個地方它是呈現什麼狀態 三個手印 一般就是說我們比較有熱 或是氣血欲聚的狀態下 壓下去就比較會紅腫 我請您從頭到尾走一次 從剛剛的大椎穴 一直到接下來的高荒穴 因為高荒穴是完射模仁 肩背疼痛的 高荒穴的位置是在這兒 背部氣血敲通 對心肺功能幫助很大 高荒穴走完 接下來這個叫做格疏穴 它是足太陽膀胱筋的 第十七個穴位 所以三個穴道捏幾把 一併走完 好 OK 那高荒穴的話 它是位在我們 這是肩胛骨 我可以看到 這個是肩胛骨的下端 這邊是肩胛骨的上緣 那這就是我們肩胛骨 就是位在這個位置 那它的內側圓的 肌肉的地方壓下去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高荒穴 那高荒穴它的特點是 它下面是我們 應該是大菱形肌的位置 還有包括我們豎脊肌 對 所以它對於這個地方 局部的疼痛 因為很多上班族 因為它長期使用電腦 知識的關係 所以包括提肩胛肌 還有這些地方 都很容易痠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藉由按壓高荒穴來舒緩這樣子 那一般一樣很簡單 就是你先找到我們肩胛骨 那在肩胛骨它的一半 那內側圓的一半的地方 壓下去就是我們的高荒穴 那壓的時候很簡單 你就不用特別處理 藉由我們身體的重力 就是腳我們是前功後腱 腳還要這個樣子 這樣比較不會傷害到 你自己的腰 如果你應用你的手去壓 反而會上腰 你前功後腱 然後藉由身體的重量 然後放在手掌上 放在你的手指尖 藉由這個身體的重量去 做一個圓形的柔壓就可以 格術穴 它是我們在我們第七胸椎的下方 那要找其實 你一個一個找很難找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找到我們肩胛骨的下緣 然後對應到 對應到我們脊椎骨 連一條線之後 我們取四分之一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格術穴 藉由我們指尖的地方 然後做一個圓形的柔壓的動作 都可以 兄弟黨要登場了 哥哥是復健科的一哥 所以陳醫師搶救媽媽 也搶救弟弟 弟弟是運動教練 他自己有運動傷害 也是找哥哥來治療的 不過你有一個個案是說 小心重訓 會容易帶來運動傷害 小心再小心 對 因為現在健身很風行 那有的時候男生就會為了 一直想要挑戰 一直大重量大重量增加下去 其實訓練是非常好的 我在我的門診 也是非常鼓勵大家去做重訓 可是一定要循序漸進 那一定要量力而為 不要一直追逐 因為一直追逐 其實每個人的骨骼肌肉 都有自己的上限 我現在舉一個 我門診的一個案例 我門診的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健身教練 他大概三十五歲 他腰痛大概一年了 可是他一直都覺得 好像是肌肉拉傷 那其實也去醫院檢查過 也都說沒有椎間盤突出 那那時候門診來照的時候 我就先詳細的病史詢問 問他說你是怎樣受傷 他就告訴我 他有一次去做負重的深蹲 我說你舉了多少 他說他舉了快八九十公斤 八九十公斤 我說你平常訓練的時候都有多少 他說平常訓練我都是六七十 可是我有一次 我想要挑戰自己 那我說那個時候 有旁邊有人在看著你的動作 他說沒有 所以他在一次負重深蹲的時候 他有聽到啪一聲 他玩的時候就非常的疼痛 維文哥小心 對 其實這個 潘醫師是很多重訓 受傷前聽到最可怕的聲音 對 那他這一次 那他就完全隔天都沒有辦法上班 那他就以為覺得 只是肌肉韌帶的拉傷 他就去附近的復健科做做 可是這一年其實他在工作 還有健身教練的表現 其實都沒有很好 那時候再來我的門診看 我就怕他先照了一張S光 其實就發現在 我們可以看這張圖上 其實我已經做了記號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第五腰椎的 這個就是椎宮 這個一條黑的線 其實就是椎宮斷裂 就是我們俗稱的脊椎骨折 那我們正常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第四節 這個地方是沒有黑影的 那沒有黑影是正常的 那其實這個地方 第五節列的話是非常常見的 比如說往後癢 像我還有另外一個病人 就是女生 她跳水 不小心被別人推下去 往後折到也是 就是脊椎過度的後驅 這很容易 那我們教練做的動作就是負重 因為那個重量太重 那個重量它是往後壓的 所以它脊椎肌肉 頂擋不住那個外在的壓力 它這脊椎骨就骨折了 可是這種骨折 有時候不太需要開刀 可是如果你不去注意的話 它就會造成脊椎的滑脫 就是脊椎的錯位 所以我們就藉由一些物理治療 還有一些核心的穩定訓練 去把這個骨頭去慢慢地修覆 所以那時候一年之後 就照了一時光 就有慢慢地長出來 好 有另外一個個案 我們來講 這個是骨鬆跌倒 一個七旬的媽媽 嚴重骨折 長期骨鬆 對 其實骨鬆 為什麼是我們現代人的隱形殺手 因為有時候門診的病人 會來我們門診就說 醫生我是不是骨頭有問題 我長時間腰痠背痛 其實想要跟觀眾朋友講 骨質疏鬆是不會疼痛的 你也不會有任何的症狀 可是通常有症狀的時候 都在你跌倒或外力撞擊的時候 你骨頭裂開 會整個崩塌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門診的一個案例 她是一個媽媽 她是我一個老病人 她平常的話 就是一些的腰痠背痛 其實她也不以為意 也都會來做做腹肩 熱膚拉腰這樣 可是在有一次的晚上 上廁所的時候 她忘記叫她的外擁 又覺得她可以 馬上起來去廁所 可是她忘記她已經年紀已經大 結果她在一次在廁所的時候 她就不小心滑倒 可是一滑倒就不得了 她腰部就非常的疼痛 那時候就隔天就趕快來我們診障 其實就可以發現 她的腰椎變成一個壓迫性骨折 對 那這個是她以前 兩年前在我們診的時候 唯有幫她照過一個S罐 那個時候是正常 可是那一次跌倒完 馬上就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馬上就轉診到醫院 就去做一個手術 她這個疼痛才馬上緩解 然後後來也大概需要半年 到一年的時間 去做腹肌 慢慢增強她的肌力 改善她的疼痛 運動教練最專業的 來 陳教練請 因為她的強項是訓練 長者的膝蓋 不過今天 等一下 現在馬上要教的是 你說背肌很重要 我們的背肌後面 一定要練起來對不對 對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在健身房做訓練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強求 就是核心的一個穩定的力量 所以如果說 你的核心中斷力量不足的情況下 其實你做很多 大重量的一些負荷 或者是一些太快速的動作的話 其實都會導致一些 像是脊椎的傷害 關節的傷害 或者是肌肉的一些拉傷的問題 馬上歡迎我們的 專業的教練 今天要示範的這一招 叫做背部肌群伸展 好 那我們首先可以 像是一些核心的訓練 我們會比較講求 就是它是一個 在穩定的情況下 然後去用力 然後不是過度的去彎曲 或者是過度的一個後仰 產生一些傷害的問題 好 那我們可以請這個教練 好 那站後面一點點 這個叫什麼 這個動作我們叫做 彈力繩的一個抗旋轉的動作 因為阻力會在這個方向 好 所以我抓住它 這個握把在身體的中線的位置 所以我往前推 我往前推的時候 其實我一方面 我要一直去抵抗側邊的力量 所以我的核心的旋轉肌群 必須做一個很好的穩定 去做一個抗旋轉的動作 好 那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骨盆不能歪斜 好 然後膝蓋不能往內夾 好 然後抬頭體胸 推出去的時候吐氣 回去的時候吸氣 像這個動作 它訓練我們的旋轉肌群 脊椎的一個旋轉的一個穩定性 好 所以我們要去抵抗側邊的力量 好 去做一個往前推 好 再回去的動作 好 這個動作記得要放慢 好 不要太快 這樣子一組要做多久 然後多做幾次呢 我們一般這個動作大致上會做 大概是在十五下左右 十五下到二十下 然後隨著你的肌力慢慢提升之後 我們會把強度稍微再提高一點點 然後再把次數減少 欣醫師 你平常都有在走路嗎 我基本上我是不開車 我就是坐捷運 然後走路這樣子 其實這個中間加起來的路程 往返超過六公里 我自己算過大概七公里多 到快到八公里 那基本上已經超過一萬步了 對 大概加上我在捷運 我會盡量就是有樓梯就走樓梯 對 那還有一個訣竅 就是要合重 其實合重跟重訓的效果是類似的 就是說你就純粹走路 基本上對肌力的訓練有限 你如果能夠背一些重量 比如說五公斤 十公斤 甚至有些爬山的人 他可能會背到二十公斤 這跟剛剛教練講的意思是一樣 就是說你要看自己的肌耐力 自己的負荷 然後再去慢慢把它加重 你有一張手板 這個很棒 我們告訴大家 日萬步練肌力 心醫師還有養生順口六 仔細聽喔 對 我一般我會跟病人講說 能走就別車 然後能站就不坐 喝重日萬步 健康又長壽 對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 我們走路中訓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你三餐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三餐的比例很簡單 就是一比一比二 就是一飯一肉兩蔬果 然後三餐七分糖忌口 意思就是我們一餐的比例 就吃你七分包為主 那飯呢 一份 然後蔬菜兩份 然後肉只有一份這樣 我馬上突擊心醫師的包包 來 有請宗偉 因為他剛剛說 他每天走路 偉文哥我需要你來踢踢看 這個包包有一點點給他誇張 太重了 來 我們來猜猜看 這裡面有什麼 這滿挺重的 這感覺 我不會想帶他出門 我也是 對 太重 感覺是有三個 筆記型電腦在裡面 對 三台 大台的 真的不知道他裡面裝什麼 這是新醫師的包包 先生 我們可以看一下 裡面裝什麼嗎 好 來 沒關係 好 來吧 你自己包包 你自己猜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不懂你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所以新醫師有小心機 他每天背著他做捷運 基本上這個身為一個中醫師 隨身帶針 這個是很合理 隨時幫人針酒 對 再來 因為台北天氣很差 所以一定要一支 雨傘 還有我本身很容易有搬 所以我也是當陽傘用 對 我也很愛漂亮 重點來囉 再來就是熱水 總醫師都叫人家要喝 喝熱水 熱飲料 熱咖啡 其實咖啡也可以喝 不是不能喝 不要加奶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 冷水也是必要 會不會這麼增兩瓶 還有什麼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這兩瓶嘛 對 你是背著這個礦泉水 到處跑 來揭曉答案 為何要這麼做 基本上你沒有喝重 你只是純粹走路 其實對肌肉量的增加很有限 這個問我們陳醫師也知道 所以新醫師每天背著 在幾公斤重 幾公斤 有沒有 超過十公斤 超過十公斤重的 他怎麼走呢 他就從每一站捷運這樣走 走到診所 好了 清楚了 養生吧 加來超棒的 馬上訂閱劇就要2.0 你可以不惜看得到 這個叫做通筋火眼宮 新醫師五十幾歲 沒有老花 馬上我要進全畫面 新醫師來說明 觀眾朋友馬上跟著按 來 這個手法包含了三條線路 第一條線路是從我們的上眼框 一直沿著眼框 按壓到我們的太陽穴 那第二條線路呢 會從我們的下眼框的內側圓 一直按 也是按到我們的太陽穴 然後第三條線路呢 則是從我們眉毛的中間呢 然後沿著到我們的頭頂 直接越過我們頭頂之後 到達我們後腦勺的一個風穴 這樣 它有口訣嗎 對 它的口訣呢 我自己發明了一套口訣 就是從上眼框起金鳴前 然後就是從金鳴穴開始 然後下眼框會太陽邊 就會到我們的太陽穴 然後魚腰顛頂到把線的意思是 從我們的魚腰穴 就是我們眉毛的終點 繞過我們的頭頂 一直到我們後髮線的風穴穴 上眼框起金鳴前 下眼框會太陽邊魚腰顛頂到髮線 夫妻相看兩無焰 對 好 穴道待會馬上 金鐘得主會當模特兒 還有你所不知道的護眼金旗四旗穴 我要先預告 我們的金鐘得主在這兒了 我要請星醫師馬上來按 瑋文哥他的穴道 預防老花眼 其實這... 預防... 可是我現在已經有老花了 也可以改善 也可以改善老花 對... 太好了 我眼鏡要拿下來 對 我一定要說一下 因為這個老花太可怕了 我正在剪指甲的時候 我發現我剪到我的指甲肉很痛 這是因為老花的關係 我一定要帶老花眼才能剪指甲 所以拜託醫師你救救我好不好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那個手指 就是利用我們手指兩個 夾成一個V字形這樣子 看得到嗎 對 就利用這個中間 然後夾著我們的眼框來做 效果會更好 就我們上眼框在這邊 上眼框是這一條 那下眼框是這一條 然後就利用我們手指 兩個手指中間的間隙 把它放在眼框的地方 然後輕輕這樣按壓 一直按壓到我們太陽穴的地方 然後利用我們手指的指尖關節 在太陽穴這邊輕輕揉一揉 然後一樣下眼框一樣是這樣 然後到達太陽穴的地方的時候 一樣輕輕的按壓這樣子 對 然後這是第二條線 第三條線是從我們的魚腰 所謂的魚腰是我們眉毛的終點 往上按壓 你可以用任何一隻手 可以用任何一隻手的手指尖都沒關係 我們慢慢往上推 慢慢壓 沿著每一個點都可以壓 慢慢壓 壓到我們最後面 後髮劑有一個風磁穴的地方 我們可請問一個稍微側轉 對 我們後髮劑 後髮劑 然後這脖子這邊有兩條筋 這個形成的凹窩就是我們所謂的風磁穴 那按壓風磁穴的同時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中指 放在太陽穴的地方 這樣兩個穴道一起按 這樣效果會更好 好棒喔 對 我老婆有在看嗎 大概是這真的 老婆你要看啦 就回去我們要互相練習 對 對 夫妻按壓其實可以一個人是躺著的 然後這樣壓得比較有力道 效果會更好 有 剛剛這個 前面這個煤這邊的地方 就感覺很舒服了 它直接滑過來這邊 然後在這個太陽穴這地方 感覺上不錯 對 其實可以放鬆眼睛四周的肌肉 那另外就是也有保護視力 那一次按摩要多久時間這樣子去做 其實沒有特定一定要多久啦 但我會建議說你起碼這樣 就我剛剛這三條線是一個循環嘛 那起碼做五到十個循環這樣子 那早晚都可以做 帶狀按摩法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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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不知道的護眼 金旗 四旗穴 貼本們 您先等你拍下來 一個叫做耳朵這個明目穴 一個伸出你的手掌 上面有叫明眼 縫眼跟大空骨 我們的大拇指呢 其實它這個關節的地方呢 長得就像一顆眼睛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邊是兩個 我畫畫誇誇張一點 這樣剛好是一個眼睛嘛 我看一下 真的耶 對 它的皺紋剛好看起來像一個眼睛 那這也是利用全息律 對 這是我們所謂的 精外齊穴的全息律 那我們剛剛有講說 我們剛剛那個口訣是 都是從眼眶的內側一直到眼眶的外側 那這也一樣 就是說我們這個要按壓這個穴位的時候 它主要有三個穴位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內側叫明眼穴 然後外側叫鳳眼穴 中間叫大空骨 那其實不用去記穴位 其實只要記三條線 就是我們大拇指關節它的內側 外側遠跟中間 那我們在按壓的時候 我們只要用手 用你另外一隻手 比如說右手 我們現在用按壓左手 你只要從我們的大拇指它的前端 往手的方向壓三條線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對 綁筋老花 對 然後每一條都按壓 大概三十下這樣子 不是揉它 是往按壓它是不是 因為精若事實上你必須有 所謂我們所謂 順經逆經的觀念 而不是只有揉一個單點 對 就這樣子弄就可以 其實它舒服的 它不會痛啦 對 還有一個叫做耳朵 拿起我們的大耳膜來行醫師 這個叫做明目穴 我們先在耳膜上找出這個穴位 而且貼出紅點來了 我們耳垂 耳垂它的正中點 是所謂的眼點 就是所謂的明目穴 對 那因為每個人的耳垂 長度不太一樣 事實上它的位置 要靠自己的感覺去找 你拉著耳垂的時候 拉拉到一個點 你就會覺得很酸脹那個點 那個就是我們的明目穴 對 耳垂 酸脹 那個點就是明目穴 對 我們馬上來幫維文哥 找到明目穴按壓它 好 來 大耳膜我來 馬上為您服務 這個是剛剛欣醫師講的 這個地方紅點的部分 就是明目穴 這是護眼驚奇的穴位 預防老花的 馬上我要找到蔣偉文 他的耳朵的明目穴 在哪裡 欣醫師馬上按壓 有沒有酸的感覺 有 有 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對 對 對 你這個地方事實上 也有一點點凹陷 對 因為它有一點凹陷 所以代表什麼 對 對 就是明目穴的位置 對 按壓就會有一個酸脹刺 對 不是皮膚被捏痛 是好像裡面有點酸酸的感覺 是不是 對 那事實上如果說在家裡 可以用一些比較稍微鈍一點 有一點尖端的東西 去按壓效果會更好 例如你現在掏筆出來了 是嗎 對 可是這個筆是比較太... 這太鈍了 對 因為一般原子筆 你把那個筆尖進去去壓 也是可以 效果會更好 好 清楚明白 醫生可能會說你是椎間盤突出 可是有一部分的椎間盤突出 它會很像我們屁股的 就是一些重訊 可能就是離狀肌的拉傷 但是為什麼會椎間盤突出 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退化 第二個就是可能運動傷害 或是錯位 把它倒進去 藥膳煮好之後才放... 我們可以看到針進去這個超音波 在影像中可以看到針 然後還有這個積水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水 慢慢地被我們抽出來 通常這一位病人 因為他平常都沒有去跑步馬拉松 那一次就去跑了半馬 所以就會造成你膝蓋的滑 然後積水的發炎 而造成腫瘡 好 所以通常我們把水液抽出來 這個症狀其實就會改善 這個叫做超音波導引增生療法 那個個案是他跑馬拉松 對 他是我們診所的一位員工 因為他其實平常都沒有跑過馬拉松 就是因為同事找他去 朋友找他去 他就覺得說 好 他體力還可以 你看他這樣黑黑的 其實他是常常去游泳 可是你平常常游泳 可能你的肌力沒有像跑馬拉松 是不同的運動 那他去嘗試不同的運動 一次就跑了半馬 就跑完的時候 整個膝蓋就紅腫 非常亮 那可是他去照了S光 沒事 因為這個膝蓋積水去照S光 是看不出任何的問題 因為S光只能針對骨頭 那我們就用超音波 高階的超音波 他發掃描 檢測之後 才發現說他這個膝蓋的滑囊 整個都腫脹 積水 那還有發現他的半月板 有一些失裂傷 那我們就藉由超音波的導引 把那些積水抽出來 再注射一些真身藥劑 他大概一到兩個禮拜 其實就改善了很多 陳醫師今天要帶一個觀念 就是說下肢的肌力鐵定要夠 我們現在老年化的社會 其實面臨的三個最主要的 會來我們復健科的挑戰 其實第一個就是關節炎 第二個就是肌少症 第三個就是骨質疏受 哇 你看關節炎到350萬人 對 沒錯 其實 然後再來就是肌少症 以前我們常常忽略 我們會有肌少症的問題 那觀眾們要怎麼知道 他是不是有肌少症 第一個可能朋友說 你走路變慢了 那第二個你可能開你的罐頭 你覺得什麼 你開個罐頭你都沒有力氣 或是開個門把 你都覺得好痠 或是扭毛巾都沒有 那這一些都可以判斷 你的上肢跟你的下肢的肌力 是會不會缺少 當你肌力缺少的時候 你的行動能力就變慢 你就開始有一些退化的問題 那整個你的身體的機能 就會慢慢的減少 然後再來就是骨質疏受 剛剛有講到骨質疏受 就是隱形的殺傷 你平常不會覺得怎麼樣 你也不會腰痠背痛 可是你只要一跌倒 你怎樣你就會骨折 陳醫師搶救媽媽 明醫媽媽的頸椎受傷 他想講的就是說 媽媽你不能因為兒子是 復健科醫師 你就這麼肆無忌憚 追劇是好事沒有問題 可是因為他的姿勢不正確 他瘋狂的用手機追劇 還有家庭主婦長期的低頭主辦 所以媽媽是哪裡 他的右頸椎第五第六節退化 骨刺了 對他也是做基本的治療 熱膚拉脖子 他拉了三年了 因為我媽媽 拉幾年 拉了三年了 就是有拉有好 可是沒拉回去又再追劇 又開始脖子痛 那直到他拉完三年的時候 他真的覺得手麻 麻到已經手都已經 很沒有辦法在煮飯 或是沒有辦法在滑手機 然後甚至到頭痛 那時候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就發現我媽的骨刺 五六節的骨刺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然後就壓迫到神經 那我們就做了兩到三次的 真身療法的注射 然後再強化他的五六節的頸椎 再搭配一些運動 就是那時候我叫他去 我弟弟的健身房 去做一些強化頸椎 還有手臂的肌力 那大概兩到三個月 其實就恢復正常 還可以出去玩 還可以繼續滑手機 都不會脖子痛 而且還去日本吃高檔的生魚片 對 所以剛剛那畫面看到 好正的媽媽 她接受的是超音波療法 同時她很努力地在做運動療法 跟復健 接下來這是聚焦開播以來 沒錯 之前有超音波 近攝影棚 不過這一次是升級版 五百萬的超音波儀器 有的時候脊椎說是 椎肩盤突出 對 沒錯 或是頸椎是椎肩盤突出 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準備了一個大泡芙 我們就這麼一個泡芙 陳醫師 所以這個泡芙要對準鏡頭之後 時間交給他 主要等一下擠出來的那個部分是奶油 奶油等於軟組織嗎 就是等於我們的椎肩盤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說 這個就是一個泡芙 大家可以看 那泡芙我們可以想像 上面的麵包跟下面的麵包 就很像我們的脊椎骨頭 那中間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奶油 它是比較膠質的 就很像我們的椎肩盤 那如果我們用力往前彎腰 那我們就好像是我們的重量 往前面一擠 那一擠的時候 這個奶油就會整個被你擠出來了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 椎肩盤突出的症狀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奶油 它是一個很膠狀的構造 那就像我們椎肩盤 它外面有一個纖維環 那你其實裡面就有一些膠質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製作單位做得非常的詳細 那所以這一些的膠質 如果流出來了 它就會頂到我們的神經 就誘發我們脊椎發炎的反應 所以我們其實就會有一些疼痛 那嚴重的時候 你壓迫到神經根的時候 就會腳就會麻 那在嚴重你就必須去開刀 把這個椎肩盤拿出來 換一個椎肩盤 接下來馬上來進行檢測 我們的首席model 宗偉 他已經在診療床上了 OK 其實他半年前急性腰部扭傷 因為宗偉剛剛有做過一些檢測 因為他有跟我說 他平常有腰痛還有健身的問題 然後其實剛剛檢測 臨床檢測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腿 那可能是一些韌帶肌肉的拉傷 那首先的話我們超音波的檢測 我們可以針對一些硬的骨頭 旁邊的軟組織看看有沒有撕裂傷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當我們的超音波一放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好像三峰狀 因為超音波先跟各位觀眾解釋一下 超音波就是由上往下看 所以最上面的那一層是皮膚 然後在中間的那一層好像比較深色的 那是肌肉 在最下面那個 我們可以看到好像三峰狀的 那個就是脊椎骨 那脊椎骨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螢幕的右邊 其實就是我們間椎的地方 然後慢慢的往左邊 就是慢慢往我們頭的方向走過去 所以我們可以每一節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檢測一下 中圍的那個關節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先從第五節開始看 第五節就是螢幕正中間的第一個山峰 看起來其實都沒有骨刺 還蠻健康的 然後往第四節再看 那其實大部分的腰椎 都是這幾節的檢測 那我們螢幕的右邊的那個數值 其實就是我們的公分 那所以它那個韌帶的撕裂傷 大概在四五公分 這麼深的地方 所以一般其實你做復健 其實很難做到它韌帶撕裂傷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如果說它 我們找出問題 再藉由一些臨床評估 還有問診 如果確定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藉由注射 用超音波導引的注射 針對它的問題去解決 那其實現在還有很多人 有一些屁股痛 就是離狀肌 那離狀肌的話 我們就是會把這個超音波探頭 可能我們要讓它拉下來一點點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的腰痛 他就跟醫生說我是屁股痛 醫生可能會說你是椎間盤突出 可是有一部分的椎間盤突出 它會很像我們屁股的 就是一些重訊 可能就是離狀肌的拉傷 那這些離狀肌的拉傷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動態的讓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離狀肌 那離狀肌的話 我們螢幕最由上往下 最上面的那一層 其實是臀大肌 那臀大肌的下面的那一層 就是離狀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腿在左右轉的時候 我們螢幕的正中間 有一塊肌肉在動 那個就是我們臀肌裡面的 一個很重要叫做離狀肌 那這個離狀肌的話 當我們比如說做運動 或是重訓 如果說我們臀肌不夠力的時候 或是長時間久做的時候 裡面的離狀肌就會發炎 那我們在超音波影像 就會看到這個肌肉非常的重 會變得比較厚 椎間盤突出在我們臨床的治療 其實很少直接會注射到椎間盤 因為椎間盤 它主要是在我們肚子的前方 但是為什麼會椎間盤突出 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退化 第二個就是可能運動傷害 或是錯位 那為什麼會椎間盤會擠出來 就是你上下兩個的穩定度不夠 那現在我們真正療法的目的 主要就是增強 我們剛剛好像泡芙 上下兩邊泡芙的穩定性 當上下兩邊的泡芙的穩定性夠了 也就是脊椎的穩定性夠了 我們的那個椎間盤 剛剛有說了 百分之八十都會藉由一些 運動還有一些注射 它就會歸位 那所以我們現在注射的目的 主要就是增強我們椎間盤 周圍軟組織的強度 就是讓脊椎穩定性夠了 你的椎間盤就會回去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會配合X光 還有臨床檢測 我們就是會針對它的問題的地方 我們就是會用高濃度的葡萄糖 或是自體的血小板 然後去注射到它的脊椎的位置 那這必須要有經過訓練 也必須要有臨床很高的技巧 因為脊椎的注射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我們必須一定要有比較高階的超音波 你才可以針對它的問題去做注射這樣子 那其實一個注射都大概要半個 大概15分鐘到20分鐘之久 那其實臨床的診斷其實也比較重要 因為你要找出問題 你那時候注射才是會真的非常有用的 接下來是今天唯一的一道藥方題 我邀請你真的要拿相機拍下來 因為真的超棒的 高齡增肌祕密的武器 讓你強筋又增肌 這個叫做藥膳增肌蛋吧 對不對 新醫師 對 其實它的醬料 醬油50CC 味靈80CC 米酒50CC 你看新醫師他給的藥劑這麼的精準 杜仲6克 枸杞9克 黃金6克 枸杞3克 麦門東3克 甘草3克 它的做法他等一下要細講 來 首先我們來先認識藥材 要特別提到的是枸杞 首先我先介紹枸杞 枸杞它顧名思義就是狗的脊椎 當然它不是狗的脊椎 它是一種藥材 那它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強筋骨 然後可以撞我們的腰西 就是我們的腰部跟膝蓋 那它的名稱就是意思說 你吃了可能你的脊椎 你的腿可能跟狗一樣 會跑會跳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它藥材您幫我們介紹個一輪吧 好 這個是枸杞的部分 那杜仲呢 杜仲大家都知道 做葉子的時候很喜歡用杜仲 杜仲基本上它也是補肝腎 然後強筋骨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這個黃金 這黃金的部分我是特別為了 老年人還有慢性病虛弱的病人 因為我們診有很多慢性病人 包括糖尿病啊 或是一些老年退化的病人 那他們都有一個很嚴重的現象 就是虛弱加上肌少症 很嚴重 有的 你摸下去整個腿幾乎都是脂肪 幾乎沒什麼肌肉 那黃金呢 它在我們本草幹部裡面 它有講說補朱虛弱 就補各種虛症 而且它可以填精水 就是我們身體需要的一些 精華的物質可以藉由它來吸收 所以它主要的作用就是 補中益氣然後增強肌肉這樣子 其他的藥方藥材 其實我們的聚焦2.0關口 就比較熟悉了 重點來囉 接下來的做法怎麼做呢 藥包加500CC的水 煮成250CC 請您仔細聽 加入醬料之後 滾3分鐘之後放涼 關鍵在放涼 關鍵中的關鍵是半熟蛋 放入藥湯當中冷藏勁爆 一到兩天之後 你就可以吃它 為什麼是半熟蛋 半熟的蛋呢 它比較不會破壞營養成分 包括我們的軟鈴脂 還有蛋白質也比較不會變性 你吃到腸胃到之後 它比較容易吸收 而且一些營養成分呢 比較容易保留 那對於我們需要增強肌肉的人呢 它會有更好的功效 所以我們是先把藥膳煮一煮之後 這個煮成就是這一鍋的藥膳 基本上我們就是把這個藥包放到500CC的水 煮成250CC 然後再把這些醬料 把醬料的部分也倒進去煮開 然後放涼之後呢 我們就像這樣 比如說我基本上這邊的量 大概是可以倒6顆蛋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 放到我們的保鮮盒 或是放我們的加電袋都可以 把它倒進去 藥膳煮好之後才放半熟蛋 對 而且要放涼 放涼這樣子才不會讓蛋進去過熟 會不好吸收 然後放到冰箱冷藏一天到兩天 然後比如說你每天要外出 你就帶一顆兩顆 當早餐或是當笑茶吃 心醫師的意思是說 您煮好之後這個強筋增雞蛋之後 你就把它裝盒 裝到這個保鮮盒裡面 一天上帶便當這樣一顆兩顆 對 整個冰冷藏室 然後你把一周的量都煮好 每天你就挑個一兩顆兩三顆 出來吃 高齡增肌秘密的武器 學起來了 保鮮應該會有明顯的感覺在收縮 有 這肚子要很擁立起來 對 起來可以稍微快一點點 就可以增強我們的寬跟膝 周遭的肌肉 雙人棒式練核心 首先這誰啊 蔣偉文運動咖 身長不露六塊肌 偉文哥身材真好 沒有 其實沒有六塊肌 可是我常常在訓練我的核心肌群 因為我覺得核心是滿重要的 那其實這時候是我常常 那時候還沒有受傷的時候 受傷以後就 還好我常有在練核心肌群 聽說今天教練會教我一個 最不錯的核心肌群的強化法 高手中的高手 雙人核心訓練 教練 這個姿勢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高棒式 就是它手背是伸直的 這時候它的核心就必須要用力 去抵抗它身體的重量 對 其實這個姿勢 大概沒有練過的 大概30秒就開始發動 好 那這個姿勢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注意的是 它的脊椎應該要保持 自然的延長線上 它的下背不能往下壓 因為一般如果說你的核心力量 不夠的話 這邊就會塌陷 脊椎的壓力就會變大 好 那我們確認它的動作 是在穩定的情況下 我們把腳稍微打開一點點 那我在這邊 我可以抓住它的腳踝 把它拉起來 所以它的核心必須要承受的力量 會比剛剛還要明顯 姜衛文好厲害 好 那我這時候 其實我也可以做一個硬舉的動作 練習我的下背跟臀部 好 所以這時候呢 高方式的這位 它的核心就是肚子的地方 它應該會有明顯的感覺在收縮 有 這肚子在很用力 對 對 這個叫高腳背的蹲舉 那我們就下去稍微放慢一點點 起來可以稍微快一點點 就可以增強我們的寬跟膝 周遭的肌肉 陳醫師 所以一般來講 長者可以多做這樣的部件運動嗎 對 沒錯 其實現在長者會很建議說 你可以先從你的下肢開始 還有核心開始做訓練 因為你下肢只要好的話 你的行動力才會真的比較好 你的關節才比較不會疼痛 可以先走快走 或是簡單的腹中運動 你就可以減少你的肌腫症 還有骨子疏中 速度可以確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